我有一只新鲜鸡 1.45G 用滚水浸泡 刚刚煲开烧开的滚水 我倒了滚水 然后拿去水喉头用冻水冲净 这里有100g冲段 100g姜片250ml米酒 1茶匙盐 2公升的水 100g洋葱 然后把它煮滚 这个水滚起了 把鸡放进去 加入这个滚水 加到足以沾满了鸡 我就转中火 煮20分钟 20分钟之后关火 然后煮滑 30分钟 30分钟之后 倒了滚水 用冻水把它冲洗干净 冲至鸡本身都冻了 然后再用冰水浸泡20分钟 这里有2汤匙青葱 2汤匙蒜 1汤匙干辣椒碎 1汤匙花椒 中火热 加4汤匙油 凉油 加了葱 蒜 花椒 和干辣椒 慢慢在中火热 慢慢在中火热煮 在中火热8分钟之后 把鸡肉搅拌出来 这些渣菜就不要热 在煮出来的香油里 加入2汤匙生抽 半茶匙盐 1茶匙糖 1汤匙麻油 1汤匙花生酱 然后搅拌均匀 另外呢 我再会加入1汤匙的葱 1汤匙的花生碎 那我就做好这个酱汁了 鸡浸够20分钟之后 我会把它斩开 然后淋上酱汁就可以吃了